比如說我先知道我大概會去宜蘭玩 但是我不知道宜蘭哪裡好玩對不對 那我就會怎麼樣 先找景點 再看評分 一定要四顆星以上的 真的屢試不爽 四顆星以上的 大概稍微瞄一下 不會太差 所以我那一天就是這樣 我就是四顆星的 出發前我不知道去哪裡 就先找四顆星的 然後他就列出幾個四顆星的 然後我就看四顆星的 比如說像什麼 因為帶小朋友出門 不知道去哪裡 看到這裡有什麼 可達休閒洋場對不對 然後我就覺得不錯 我要看一下評論 評論也還不錯 評論的話就會有人說不錯 然後甚至 我也會 這邊有一個人講說 非常 因為他很好玩 他大概花了一百塊 然後進去 他就給你五個 就過五關 第一關就餵小羊喝奶 光餵就餵了大概十分鐘 小朋友在那邊玩很久 才花還沒有 再第一個 第二個就餵那個餵兔子 給你很多紅蘿蔔 然後你就在那邊 很好玩 那個好多小兔子就跑過來 給他吃吃吃吃吃 還沒有玩 然後呢 還有鴨子 也可以餵鴨子 飼料 還有大羊 你可以給他那個長的飼料 那個羊很多 然後在那邊 公羊還在那邊互撞 哭哭哭 哇好刺激 而且建議是非假日去 因為那天剛好我禮拜一去 完全沒有人 只有我們家的人 哇那邊玩很愉快這樣子 然後最後呢 他要 最後一關是餵人 他給你一個羊奶的巧克力 然後喝起來 一百塊錢 就在那邊待很久 OK 然後 所以有一個 後來我就想說 哪裡還有哪裡好玩 然後附近又看到 欸 酒廠我們不喝酒都沒去 所以看到這邊有個 這個 太陽皮這個有沒有 然後我想說 這還蠻漂亮的 就點進去看一下 果真是不錯 然後還有瓶頓 不過瓶頓我也會 加個瓶頓 真的耶 哇好漂亮 完全沒有污染 裡面還有好多好多魚 而且 那天剛好也是沒有人 所以底下是香草飛飛 應該 應該都有去過吧 我不知道 那底下很大一個停車場 你就 如果沒有位置 你就停在那邊走上來 欸 還蠻不錯 旁邊應該沒有人的關係 所以 我們就在那邊野餐 然後坐很久 欸 這樣就可以耗掉很多 而且飛 非常的自然 空氣又清新 而且完全沒有花到什麼錢 那也不是重點 最重要的是 感覺還蠻好的 所以如果說 將來我們要規劃一個行程 那你出發前 是不是可以弄個APP 不是 就是也許類似像這樣 導覽一下 比如說建議行程 然後呢 跟人家分享 其實感覺還蠻好的 不過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最後做出來 你會發現 這個縮放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寬度是AUTO 有沒有 它就可以自動縮放 那 下個禮拜我們就是要把 這個 變成動態的 因為今天只有一個 那如果說今天要第二個 第三個 所以前面需要一個清單 點擊它之後 跳進來的就是另外一個景點 當然這個東西 如果FoneGave網站包完之後 可能就不行了 所以剛剛有同學試 用WaveView OK 直接就是把它再放到WaveView裡面 兩邊就可以切換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請各位也可以回家試試看 就是說 大概找個幾個景點 因為清單裡面 也許你就是 將來找個四顆星的幾個景點 然後你可以把它 哪個區域的 做一個安排 1234 這樣出發前的話 跟親朋好 或是家人先跟他講 你下載這個F 去哪裡玩都在這裡了 他會覺得 完全感覺不一樣 就像說我在下個月初吧 我要去日本玩 也是全部都 其實我比較喜歡自由行 我就是這樣找 所有景點 我都自己安排 去哪裡 我的行程 完全是獨一無二的 然後規劃也是利用這個方式 感覺就會很 很不錯很好玩 OK 完全可以掌握 而且至少你知道說那個地方 應該不是太差的點 OK 試試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好嗎 好嗎 谢谢观看